各位明镜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黄兆平 欢迎再次收看明镜电视的明镜专访系列节目 我们很高兴在这个节目在推出以来 受到大家的喜爱 也很多的赞扬 赞许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鼓励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这个明镜专访节目 我们就全国全世界全球各个区块 区域发展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 邀请学者专家做一些精辟的分析 那今天很高兴 我们邀请到这个王思维 王思维教授来探讨一下 最近很流行 很风行 这个非常引起全球注意的AUKUS 这个所谓军事安全联盟 或是军事防御协议 很多名称 但是很重要 对未来的全球的军事战略 以及地缘政治应该会进行一个重新洗牌的动作 那王思维教授是法国巴黎大学 第五大学的这个政治学博士 目前在台湾南华大学 国际事务及企业学系的副教授 王教授你好 是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谢谢王教授在百忙中抽空 跟我们来谈论一下这个 由美国Initial邀请英国跟澳大利亚 来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子动力潜见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从9月15号 这个发生以来 白宫公布以来 引起全球各界的注意 这个王教授你觉得你怎么样来看待美国 这一次邀请英国来协助这个澳大利亚 建立所谓的核子潜见的这个事情 这个AUKUS这个安全机制 这个军事协防机制也好 或者军事同盟也好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美国这样一个动作 来做这个事情 对我想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 当然他的这个决定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联盟 引发了很多后续的这个讨论 那这一些后续的讨论呢 目前比较聚焦在说整个法国 然后以及欧盟各个成员国 对于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中间所产生的一些 是不是会有战略上的分歧等等 大概目前在讨论的 比较广泛的是这一些 那另外一个方面 反而是说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了 说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欧卡斯他的那一个联盟的成型 会对区域政治产生什么样 另外一个这个长远的效果 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那我大概可以分成这两个层次来说 那就第一个层次呢 当然法国他今天会有很强 强烈的部门对于美国 还有对于英国 甚至澳洲这三方在讨论 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秘密协议之前 完全没有告知法国 法国这方面 也就是说之前他们在2016年开始讨论 要建造这个潜见 一直到2019年中间陆陆续续 有长达这么多的这个三年多的这个期间 这样的一个讨论 然后后面后来也签约了 但是显然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法国跟澳洲中间的这个潜见的合作 后来就被等于是美国从中作梗 法国他们现在是这样子认为 美国你从中作梗 把他们这个原本的协议就推翻了 那当然这个涉及到的一方面 是属于潜见军售上面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那这个庞大的数字到现在 他们预估从当时的一个起价 一直到现在大概是500亿澳币 这样子的一个数额 所以这个500亿澳币这样的数额 事实上他的金额是相当庞大的 那对这个合约破局了之后 法国当然他的这个很强烈的不满 就先针对美国 那也针对澳洲 他就召回了他们在地的这个大使 法国就把他们大使就叫回国了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法国对这样子的一个澳洲的 这一个合约上的撤回 是相当相当相当的不满 这个是有史以来 他从来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激烈的反应 那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新任的美国新任的总统拜登 他其实在大概7月的时候 才在那个欧洲做了一个礼拜的 这一个成六月份的时候 然后到那个北约的会议 以及美国跟欧盟的会议 他们这几个会议都在7月那时候 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去举行 在当时我们认为已经建了一个 很好的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 的重新的回温 去把之前川普时代一个 欧洲跟美国之间的 不是那样子的和谐的关系 重新想要试图建立 那可是这个试图要建立的这个过程 现在遇到了那样的状况 他们开始会针对之前 跟拜登他们所做的这个相关的协议 产生了质疑 所以现在大概有一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阶段是在讨论说 这个法国以及欧洲的这些盟方 对于美国 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算是他们感觉到是被背叛 被我的盟友背叛 有那样子的一个很强烈情绪性 情绪性上面的反应 那可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其实也要持平的来说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子的一个浅见的合约 他一开始的想法 其实我们就回到 他从2016年那时候开始取得 认为是说当时的法国 其实是在三个国家的军火 的军 的军受伤里面 脱颖而出 当时参与澳洲这一个潜见军受案的 其实还有德国的 所以后来是法国的这一个他们的Naval Group 他取得这个合约 可是那是2016年 那换句话说呢 澳洲他当时在构想他的未来 他的下一代潜见 他所做的这个战略的布局 是根据2016年之前的想定 那但是呢 自从川普上台了之后 我们都看到整个中美 以及整个印太关系的急剧改变 以及在整个印太地区 军事上面所需要的防卫的这个力量 跟当时的想定大概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从这样子应该也可以理解到 澳洲他在这个几年当中 他发现过去他所提出来的那一些 这个关于潜见的这个要求 可能没有办法符合 他未来战略上的需要 所以他势必要做那样子的一个选择 做这样的选择 其实对澳洲来说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因为他要付出大量的 他可能要付出大量的赔偿金 这不是一个免费的决定 所以对于澳洲来说 他虽然他的这个澳洲总理 他说这是我为了澳洲的国家利益 所不得不所做的一个很重大的抉择 那也从他的话中 其实就是大概听得出来说 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这一个 政治上以及战略上的这个长远考量 所以对了澳洲的国家利益来说 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那所以在这两个方面 我们大概有看到目前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这个你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拜登总统就任以来 试图修补美国跟这个欧盟 由川普时期所引导下一些裂痕 那好像六月份G7也做得不错 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这一次的反应那么激烈 也超出白宫的这种想象 他这个9月15号宣布之后 9月17号就召回法国驻美国跟澳洲的大使 这是非常罕见的外交危机 那当然法国有法国愤怒的道理 为什么马克龙愤怒除了召回大使之外 他也不参加 他本来要参加昨天在联合国 在纽约开议的这个联合国大会 他也不参加了 到目前为止是听说 拜登要跟试图跟这个马克龙 要进行所谓视讯的会议 然后来对话一下 来所谓的这个讨论 到底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法国马克龙认为说 我不需要你的这个 我不需要你的来这边对话 但是我需要你给我澄清一个说明 那这一笔本来是400亿美元 500亿澳币的这种12艘的 跟法国潜见 现在改为跟美国改为八艘的 这个核子通力潜见 不管美英澳 美国想法是怎么样 英国这个强生的手下已经提到了 这个三个国家是这个天生盟友 等一下我们稍后会提到 不过纽约时报已经提到了 美国正式将中国做这个动作之后 美英澳做这个AUKUS动作之后 等于已经正式把中国列为 所谓的这个敌人敌对单位 那当然联合国秘书长 这个古德雷斯 昨天也在联合国大会里面提到了 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可以看得出来美中关系完全失控 那可能这个世界就会一分为二 所以马克龙的愤怒 还有拜登试图修补跟欧盟的这个裂合 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这个美国认为 应该是一个对未来长远的一个 好的一个所谓军事战略部署而破局了 我觉得目前法国以及欧盟 这些国家的反应是短期的 一个必要的动作 回馈 那这些动作呢 我先讲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是马克龙他明年有选举的压力 因为他的任期已经算是到了末期了 明年就法国的这个选举 总统大选又要开跑了 所以现在现阶段的 这个马克龙对他来说 在政治上他有不得不 借由此事件来表达 他这个坚定的立场 这样子的一个 有那样子的一个现实上的需求 那第二个是说 从欧盟的角度来说 现在因为在欧盟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四个月德国要举行大选了 那德国要举行大选了 我们都知道梅克尔其实在过去 这一段期间 大概是属于欧洲的实质领导人 虽然我们过去都常常说 是德法的双头马车 是德国的总理跟法国的总统 两个联手来推着 或者是说拉着欧盟前进 那现在等于是德法的这个双头马车 梅克尔势必在9月 选举结束之后 他就要下台 会换 德国要换一个新的领导人 是 马克宏他失去了一个 可以倚靠的目前来说 目前他在这边 德国他可以最可以仰赖的 这个梅克尔 已经没有办法变成他的助力了 所以在这时候 马克宏他势必就要赶快去 拉拢其他的 尤其在整个欧盟机构 在欧盟执委会 以及欧盟理事会 等等 这边他都需要 这些政治盟友 来强化他在欧盟当中的 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所以他们现在欧盟一直在讨论的 就是说美国如果可以这样子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么翻脸 不认人 就可以这样子的现实的状况 就背弃了 我们之前对他的信任的时候 那欧盟本身 他过去一直强烈 主张的一个战略自主的道路 是不是更加要坚定 因为其实欧盟他一直有一个两难 欧盟他有一个外交战略上的两难 就是他到底要跟着美国路线走呢 还是要有欧盟本身的立场 那欧盟本身的立场就是捍卫欧盟 以及欧盟各会员国的这一个利益 来做出发 可是在他的所谓的欧盟自己的路线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不太清晰的 就是他的那个欧盟所谓的自主战略自主性 往往不是太清晰 就是有一点 其实他很需要美国的帮忙 欧盟事实上他很需要美国的帮忙 虽然欧盟27国合在一起 看起来好像很强大 可是事实上他那个27国中间 他的合作并不是那样子的一个完美 他跟美国的这个实力 还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所以他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的战略 以及在甚至在欧洲的和平上 他都很需要美国的 这个跟美国的合作 所以这样子 他如果说那个目前这个反应 情绪性上面反应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长期的来说 他也不可能没有美国 就是欧盟 他不可能没有美国的这样子的一个盟友 对他的这个和平 以及他的繁荣来说 美国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伙伴 所以就比较中长期来说 我认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大概不会持续太久 这个关系不好的状况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还是终究会找到一个 双方会找到一个 可以让彼此都有台阶下的一个方法出来 所以你认为如果说这个默克尔 这个9月份马上下台 德国新的这个总理上台之后 还有马克龙明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如果他连任跟不连任 当然都有不同的效应 是不是不连任之后 这样整个一种愤怒的这种反抗 反抗这个美英澳的这样一个军事同盟的关系 可能就阻力没那么大 我想大概他们其实欧盟 就是说不管是法国或者是说欧盟 他们本身其实并没有反对 或者是说反抗这样子美英澳联盟的正当性 因为那是属于美英澳 这个等于是英语系国家 而且过去他们这个也是五眼联盟的 这一个成员国嘛 所以他们本身本来就是有一个 比较紧密的战略关系 欧盟国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批评的立场可言 只是说目前他们那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时候 导致了法国丧失了那样子的潜见合约 而且这个潜见合约在之前 他们认为你们秘密进行的这件事情 美英澳秘密进行的这个事情 都没有先告知我这个当事人 让我觉得被欺瞒 那你是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决定好了 才事后告诉我说 我这个合约 我跟你的合约已经你不要了 那这个他们感觉到很不高兴的是这一点 那基于对于他们那个美英澳这样子的一个联盟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对的理由以及立场 所以目前大概看到了相关的讨论也没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个状况出现 不过这个欧盟是在联纳里面力挺这个法国 对法国的这种愤怒 欧盟也表达了这个支持跟坚定的意思 不过后续我们倒是可以观察一下 到底这个法国的这个愤怒 马克龙愤怒 还有马克龙到底跟这个拜登会不会进行视讯对话 那视讯对话结果是不是可能会攸关 不过我看了这个外电的报道 这个拜登不太可能撤销 这个所谓这一次美英澳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的关系 尤其是潜舰 受于潜舰这个潜艇计划给澳大利亚 不过我们谈到这个这一次这个AUKUS 这个所谓的现在被媒体称为所谓亚太北约 之前拜登上任之后试着拉拢 这个美日英澳四个国家成为亚太所谓小北约 那当然拜登也在拉拢跟北约的关系 我这么想第二个议题想跟你讨论 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美英澳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 你觉得未来跟这个北约之间的关系会是怎么样 那本来拜登想要认为利用这个美日英澳 来进行所谓的亚太小北约 好像成果也不是非常的立竿见影 当然拜登这两天要在华府 要会借这个日本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印度的这个负责人 这个领导阶层 你觉得这个未来这个美英澳这个军事同盟跟北约 跟这个Quad 这个美日英澳这个关系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这种合作机制啦 或是运作方法 我先讲关于北约的这个情况 我们都知道北约它是因为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 那个这一个苏联集团 所以他们当时的这个华沙公约组织 另外有一个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那这两个因为当时的需要所成立的这个战略同盟 他们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面所建立的 那当然在冷战结束之后 华沙公约组织就就没了 那所以现在剩下一个北约 北约现在大概最重要的任务在欧洲的部分 就是防止俄罗斯的持续扩张 那另外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安全和平的任务 到了亚洲这边来呢 其实在过去冷战期间 亚洲基本上是以一个 尤其泛太平洋地区来说 是有一个以美国作为这个轴心 那基本上是美国就是针对 譬如说美日同盟 然后美国跟菲律宾 就是美国在 在泛太平洋地区 它是针对一个一个一个的国家 去建立彼此的这个军事合作 或者是军事同盟的关系 反而在泛太平洋地区 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并没有出现当时的一个 类似北约的一个组织 那所以呢 到了今天 美英澳那样子的一个合作 是不是会成为亚太版的北约 我个人是比较保留 也就是说 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联盟 看起来是属于一个 在五眼联盟之外的一个军事合作 尤其在军事技术上面的 在军事设备上面 一些比较紧密的合作 但是这个合作 它是不是会涉及到 军事同盟的关系 我目前来看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办法 马上走到那一步 那另外来说 当然就是还会有跟这个 跨的的这样子的一个类比 那跨的其实反而是一个 比较全面性的安全 同盟的关系 那跨的大概它的那个样子 反而会比较长得像是 亚太版的北约组织 可是它也不会把它弄成是军事同盟 因为弄成是军事同盟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敌对关系 也就是说我回到刚才 北约跟当时的那个华沙公约组织 两个是相对抗的 那现在如果说在这个跨的这边 他要把它弄的一个比较像是北约的 北约的那样性质的那样子的一个 建制出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针对性就很强 它的对于这个 譬如说它的这个敌人来说 假设他们现在的想象 敌人想象都是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它对于中国那个针对性就会很强 所以目前来说我大概看这样子的发展的时候 还不认为它会马上形成是一个 所谓那样子北约的军事同盟的关系 而只是在一个比较彼此安全 然后以军事上交流比较稳固 或者是说比较紧密的一个平台 可是还不至于到一个算是北约那样子的一个机构 有人讲说美英澳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安全机制 算是一个五五年联盟的这个加强版 因为美英澳都是五年联盟的这个主要成员国 那您觉得这个美国选择澳洲 在提供它这个核子动力这个潜停的技术 因为这是已经是事隔50年了 上一次是1958年美国提供英国 那为什么美国不选择日本呢 因为日本第一个它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对于核子相关的这个军备 事实上是有疑虑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宪法第九条 它是主义和平宪法 所以关于拥有核武 或者是说甚至是核动力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军事设备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都有蛮大的疑虑 而且美国提供给日本 假设今天日本接受了 你可以想象中国的反弹会多大 因为今天其实提供给澳洲 离中国这个距离还蛮遥远的 可是如果说万一提供给日本的话 那中国大概它的那个反应 绝对我想他们自己 可能也无法想象那样子的一个场景 所以日本在这边大概 不管是它的历史上面来说 或者是说就现况来说 大概都不太适合 让美国来提供类似的技术 那反而澳洲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那另一方面 其实澳洲在去年以及前年 我们都看到接连的受到很多 中国方面的一个制裁 譬如说中国方面对于澳洲的农产品 对于澳洲的铁矿 对于澳洲的很多的东西 就不跟他买了 那所以澳洲其实在前两年 对于这个中国 这样子的一个跟他的那个交易过程当中 其实他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等于是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提供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潜见的技术的时候 也顺势的在告诉世界其他的很多盟友 这些美国的盟方来说 假使你今天是像澳洲一样 你挺得住的时候 我也会帮助你 你不要以为你是孤单的一个 其实我们盟友之间 我都会帮助你 不过如果按照你这样提 因为现在如果美国愿意提供 这个核子动力潜艇给澳洲 等于澳大利亚也成为全球第七个 拥有这个核子动力的这个国家了 除了美国 英国 法国 中国 印度跟俄罗斯之外 你觉得对未来 对未来现在在美中的这种 所谓的强力抗争之下 还有全球地缘政治跟军事战略来讲 你觉得会形成什么样一个效果 是美国在做未来的备战准备呢 还是做未来的所谓防线的这种手势 做准备呢 我想有一个在这样子的一个地缘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在南海 我们都知道南海现在已经成为 是兵家必争之地 那南海在上面 它的这个比较北边呢 有这个日本美军的驻扎所在地 那接下来在第一岛链这边有台湾 然后在菲律宾这边也有美军的基地 那一直在往南沿路这样一直下来 其实就到了澳洲 所以等于是在第一岛链这边 一直把它接下来 一直到了澳洲这边 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 强的这样子的一个防线 那提供给澳洲刚好可以补强 那样子的一个 等于是防线的缺口 那您刚才其实也提到 印度它也是属于 拥有类似这样子技术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看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这样绕起来的时候 刚好澳洲是一个比较弱的地方 刚好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核潜舰技术的这个提供的时候 刚好可以补足那样子的一个 战略上的缺口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澳洲来说 以及对整个 在从第一岛链这样 一直延伸到澳洲这样来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招 如果你有讲 从这个朝鲜半岛 韩国一直到日本到台湾 到菲律宾 或是新加坡或是印度 到现在这个澳洲 变成这个第一岛链非常完整 你觉得未来这次中国会怎么样反制这个事情呢 会怎么样的看待这个事情 中国外交部已经发表谈话了 当然这是一个蛮自视的一个谈话 你觉得站在北京的立场 会怎么样看待美英澳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军事安全机制的形成 北京在这样遇到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是有点像类似 它的这个 第一岛链的封锁的时候 它跨不出去 它原本希望可以跨出第一岛链 那尤其当南海可以成为一个缺口的时候 它可以希望透过它对于南海 控制的扩大 去增加它在突破第一岛链的力量 那现在看起来 它想要突破第一岛链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呢 机会慢慢减少当中 所以它的对来说 它的反弹势必是很大 可是我们其实目前看到 它的反弹还是属于比较这个政治性的 也就是说 真正军事上需要的时候 那也要等到 美国所提供的这个潜舰技术 等这些潜舰都已经建造完成之后 那这个建造完成之后 事实上 大概也都还要十年 或者十几年的时间 它也不是马上 而且即便它的成军之后 等到它可以训练 然后到完成 可以去进行任务的时候 可能时间还要再更长 所以基本上 在这段期间 中国它的这个反应 可想而知 那可以预料得到的 也就是说中国它会持续的加速 它的军备的现代化 在这个同一时间 因为到了这一个 他们所预定的澳洲这边新的潜舰 要服役的 大概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中国基本上 现在也还有十几年的时间 可以去准备 所以它现在会有一些反应 可是这个反应 还是属于比较政治性的 那事实上 这个军事的马上的这个压力 还不会立即升高 因为这个潜舰都还没有 还没有下水要服役 根本潜舰在哪里 都还没有伸出来的时候 目前还没有那样急迫性的 中国还没有那么需要 立即的做出比较强大的反应 中国北京一直试图 想要建立海洋霸权 那当然它的军舰 现在数字已经超越美国 当然潜舰的这个数字 还是差美国一段距离 那它很重要的基地 就是海南岛 那这个南海 所以为什么重要这个地方 那澳洲加入了 这个美英澳这个联盟之后 当然对贺阻 这个中共或是解放军的 这个海洋势力 是应该有所帮助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未来 美中或是说 中国跟美英澳 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的对峙 在南海的这种紧张 或是这种可能 插枪走火的机率 搞不搞你觉得 南海虽然我们都认为 它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区域 那不过因为 其实南海说小不小 说大它也蛮大的 那它里面的这一个水文的状况 也很复杂 很复杂 对 那所以这个水文状况很复杂 要控制南海 基本上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虽然中国在这边 已经开始 在南海这边有很多的人造岛礁的出现 开始去填海造陆等等 慢慢去扩充它的这一些可控制的范围 但是那个其实都还是南海里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南海事实上它的那一个整个海域也还算是辽阔了 所以要真正有能力控制南海 对于目前中国的军力来说 它还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实力 说它可以去称霸南海 所以在未来 大概即便是未来10年20年 它真正要称霸南海那样子的企图 大概也还有 离就是跟这个美军的 以及周边国家的这些联盟的距离相比 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它的军力差距都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真正会发生军事冲突 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太有利的事情 OK 所以大概会产生军事冲突的机会 我不太认为它是会在计划中的 除非它是一个插枪走火式的 比如说有船舰插撞碰撞等等 那可能是一个情况 那可是计划中的 我认为在军事差距 实力差距还有段距离的时候 大概那样子的情况 如果发生对中国并不是一个最有利的情况 现在好像海底作战的能力来讲 他要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美军的防卫 在军力上面 他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能量 去打败就光以美军来说 那更不用说再加入盟国的这一些军队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状况 目前中国在军事实力上面 虽然我们认为他逊于美国 可是美国他在这边要告诉中国的是 这边其实不是只有我的军队 还有其他国家 我的盟友的这些军队 譬如说现在未来澳洲的海军 可能也会加入 所以等等的 他对于中国造成的包围的压力 是更大 所以中国他在这边 对他来说就是我未来 其实要面对的不只是美军而已 其实是还有其他国家 对这个他们互相结合起来 要对抗中国的这些军 这些国家的这个军队压力 对他来说 那个加起来的这个威胁是更大 很多分析师都认为 这个澳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愿意这个加入这个美国的这种倡议 跟美英要成立这个军事 这个同盟关系 当然有他的这个苦衷 不得不的选择 那澳洲其实前几年 也都是在美中之间选择中立 试图中立 不选边站 但现在已经完全 完全这个选边站了 那几个美国媒体也分析到了 这个可能澳洲也认为 这个未来在中美如果万一 在不管南海或台海或东海 发生这样子的时候 澳洲也试图已经被卷入在 这场所谓的可能的这个危机里面 对因为其实跨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跨的就是一个 比较成熟的一个平台了 那再加上这个美英澳的 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所以会让那样子的一个结盟关系 更加的丰富以及更加的紧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当中 当然也就如同刚才主持人说的 澳洲有他不得不的一个苦衷 因为其实澳洲就是我们刚才也有提到 他在过去两年是被中国打压的很惨 就是所有过去 虽然他过去很多的部分都会 那个跟中国之间 算是关系蛮紧密的 他们也签了这一个彼此的 那个贸易协定 中国澳洲贸易协定也已经签了 那可是即便是签了 这一个中澳的这个贸易协定 这个贸易协定 但是呢 遇到了中国的这个打压 澳洲还是要吞下那样子的一个苦果 所以对于澳洲来说 他现在开始要有一个 比较新的那样的战略的机遇 也就遇到了这一次 这一个美英澳的这个合作 等于对他来说是一个 很难得的战略机遇 因为其实那个刚才一开始 竹琛也提到 这个是继了几十年之后 有另外一个国家 可以接受到美国 比较先进的这个军事技术 那对于澳洲来说 这个当然是一个 求都求不来的一个礼物 停下去求 他都求不来 等于是基本上 他这个是可以说 有点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他来说 他当然是那个余接受 那不管 不管这个跟法国这个潜舰的 这个合约 他要付出多少 其实那笔账 他也要认了 可是对他来说 他有那样子更好 更先进的这一个潜舰 他可以取得的时候 他当然要取得这一个 那对他来说 这个对于澳洲的整个 算是不管是国际的形象也好 或者是说他的整个军事实力 在整个南太地区来说 他基本上已经是最强了 那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加持之后 对他来说 他更是如虎偏翼 所以对他来说 澳洲已经本来就是南太的一个强国的 对他来说 有这样子的一个潜见的时候 就不只是南太强国 而且已经可以再进一步的进到 南太可能甚至加到 再往上到了印度洋这边 他的这个投射范围可以到这边的时候 他的那一个澳洲的整个这个 算是海洋实力 又再往前又进了一步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当然是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也是一个对他来说 是利大于弊的一个选择 不过是陈如你讲的 可能北京也没想到 因为北京的压迫 导致澳洲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也导致这个澳洲得到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礼物 就是得到美国的这个非常非常先进 全世界都拿不到的这种核子动力潜艇 潜艇的这个技术 变成一个南泰的一个军事霸权 不过接下来这个谈完澳洲之后 谈谈这个法国 法国这是马克龙 刚才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了 他的愤怒 但是马克龙马上面临选举 他明年的选举之前 他会不会利用这个来当杠杆 来作为他国内的政治得分的这种可能性 你觉得高不高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国一体的 这是这攸关整个法国国家利益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 基本上是各党派各党派的立场都一致 所以大概也不会有那种 什么朝野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出现 那现在当然对于马克龙来说 明年的选举对来说是一场硬仗 那为什么说是一场硬仗呢 是因为以目前的民调来看 他有可能会在第一轮的选举 只赢了极右派的这个 可能的总统候选人 一点点而已 目前看起来以民调的数字来说 他只赢了极右派的这个 这个总统候选人 才赢了大概一两个百分点 那以现任总统 要卸任 然后明年要竞选连任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说 其实马克龙的选情并不是太乐观 那这个议题上面 马克龙他到底是可以得分或者是失分呢 其实因为他不是一个 这个朝野有分歧意见的议题 所以他在这个议题上面 只要尽量不失分 但是要在这个议题上面得分 我认为不容易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就是 要捍卫法国的利益 那其实在野党他也是同样的诉求 那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 马克龙要真正得到一个加分的状况 大概比较有限 不过谈完这个中国的反应之后 因为谈到马克龙明年的选情 我们谈谈这个法国这个跟中国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事情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因为拜登也试图修补这个欧盟的关系 那法国跟德国是他的重点 但是英国脱欧之后 英国跟欧盟的关系又产生变化 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当然我看那个习近平也记得拉拢这个欧洲国家 他最近今年以来两度跟这个法国 这个总统马克龙跟德国总理莫克尔进行视讯会议 然后本来中欧欧中投资贸易协地也签了 现在冻结在那边 那到底你觉得这一次的事情 这一次的美英澳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发展 会不会然后法国的愤怒 会不会导致法国跟中国的关系 会产生一些比较紧密的关系在一起 会把法国运向中国 你觉得会吗 可能吗 我想法国跟中国的关系 他们一直在思考 就是基于整体欧盟的立场 他们应该要有一个一致的对中政策 那事实上也才在上个礼拜 欧盟理事会才刚 欧盟执委会才刚提出了 他们一个比较新版的欧盟的印太战略 那换句话说 这个印太战略出来之后 又发生了这个浅见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对于他们已经发布的 这个新版的欧盟印太战略来说 不会那么快的改变 但是呢 就如同主持人刚才提到的 法国跟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因此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它事实上是被框在整个欧盟的印太战略下面 也就是说法国他目前 尤其他要当欧盟的领导国家之一的时候 他很难去反对整个欧盟应该要有一体的战略 那也就是说他事实上在自主要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盟的对中政策的时候 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情况 那 基本上这个事件 它是反映了 欧洲 欧洲国家跟美国之间 他彼此的结盟关系应该如何去做调整 但是这个结盟关系的调整会不会影响 或者是说 进而改变了欧盟跟中国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大概 不一定会有联动的关系 OK 可以分开处理的 是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他们要调整的是 欧盟跟美国的这个结盟关系 他们要紧密到什么程度 但是对于跟中国的政策 以及在印太战略上面的这个重要性 他们还是重视的 欧盟本身还是体认到印太战略的这个重要性 OK 那如果按照您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 这个欧洲贸易协定 投资贸易协定 投资协定现在还是会依据冻结在那边 不可能批准 有困难 那是因为其实欧洲贸易协定的这个冻结 它涉及到的有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 是关于这个 尤其他们之前在提到的新疆人权等等的议题 那也就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议题 那中国就单方面制裁了很多欧盟的议员 以及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 那这个对于欧盟这些成员国来说 那是一个等于是你的战狼外交已经踩到了某种我国家主权的界限 那对他们说那个是一个更孰可忍孰不可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样子的状况 我不太认为这个欧洲贸易协定会在如此的那个气氛之中 会有办法获得批准 因为光在欧洲议会这一关 他基本上就过不了 另外就是说习近平其实也访问 这过去几年也访问过德国跟法国 其实他还试图拉拢中国跟法国跟德国的关系 那刚才提到这个欧洲的投资协定之外 其实习近平也希望能够尽速跟这个欧洲领导人展开 第二三届的这个中欧领导人峰会 好像德国默克尔总理好像虽然要下台 但是他也表示支持的态度 那法国马克龙总统并没有表态 那会不会因为这次实行之后 让马克龙会比较稍微积极一点 去推动这个习近平跟欧盟之间这个领导人峰会 我想现在应该先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那个顾虑是中国这边 因为前一阵子他们开了这个17加1的会议 事实上有好几个国家都指派了部长出席而已 对没错 这样子的会议事实上给习近平 那个颜面无光 那所以习近平如果说要安排在 在类似的这一个 那个跟欧盟国家这个这个会议的时候 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 有上次的前军之鉴 他可能会特别小心 说是不是他要开这个会 因为开这个会 如果有跟上次17加1类似的情况 出现的时候 哪怕只有一个国家 他不派这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就派部长过去的时候 这对他来说这个都是一个更难承受的一个政治上的 算是这个信誉的挫伤 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 那个习近平他的压力会比欧洲国家这个压力反而来的大 那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 应该要说他来开这个会议有没有实质的成果 如果说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他也要不到他要的东西 那对于欧洲来说 其实他要的就是中国的市场 那如果说双方都没有办法各取得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开这个会议彼此之间的风险其实都蛮高的 所以我不太 我目前看起来我不太认为说他们彼此都有这个急迫的需求 要去开这个会议 不过相较于这个欧盟你刚才提到欧盟职委会的新版 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蓝图来讲的话 法国德国这两个在欧洲欧盟的这个龙头 你觉得他的个别的这个对中政策 最近会不会因为整个全球地元政治的改变之后 有所调整呢 因为尤其两个两国领导人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下台 或者说准备选举的问题 目前来看就是其实在这两个国家来说 对中政策并不是一个他们这个国家战略上面一个最 优先的需要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欧洲国家来说 现在在过去这一两年来都是苦于疫情的关系 那苦于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里面事实上很多的这个民生议题 然后卫生议题教育议题等等 这个都都有待处理 这个他们的国内压力 在这方面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那对中政策事实上 他们国内关心的人并不是太多 那并不是太多的时候 所以他们对于那样子的一个调整 有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急迫性 我认为这个就算是明年选举来说 对他们来说都不会放在他们的这个选举的主轴上面 不会把对中政策当成是一个选举主轴 这个跟美国选举不一样 美国选举大概会有一个很清楚的 是我对中的政策是什么 可是大概这个对于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 甚至是我们看到 其实马上要举行的德国大选 事实上在对中政策的讨论 也不是太激烈 所以欧洲其实普遍来说 他们的对中政策并不像美国 是在选举上面有那样子的一个重要性 反而是在他们的这个政治上面 是属于一个比较次要的角色 我最后提提这个法国德国 在这个英国脱欧之后 其实英国脱欧之后 其实不少人蛮后悔这个英国这个决定 包括英国自己本身的 那现在也让这个欧盟跟英国关心 产生非常这个尴尬跟微妙 那也有些国家也跟英国之间 产生一种类似变相的一种重新在连结 你觉得这个英法英法 我们一直常讲英法两个国家 其实就是一个跨海而已 彼此之间那么密切 现在连个这个货柜车过去 都必须面临到很大的一个 所谓供应链的问题 你觉得英法英法这个 这一次这个受到这个美英澳 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或是安全机制也好 你觉得他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会更加疏远 或是说更分道扬镳 其实英国跟法国两个关系 就真的是如同竹生干所说的 它两个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彼此其实相互喜欢也相互讨厌 那为什么说相互喜欢也相互讨厌呢 就是有时候欧洲人会认为 英国不属于欧洲 他反而不属于美国 可是呢 法国其实他有今天在联合国这样子地位 他必须要感谢英国 那为什么法国他必须要感谢英国呢 是因为在联合国创办的时候 安理会的成员国里面 丘吉尔是极力推荐戴高乐 也就是说英国是把法国送进 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面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事实上在过去很多国际政治的 这个场域里面 英国是给法国很多帮忙的 那当然在英国脱欧 做了那样子的脱欧决定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这个脱欧就已经生效了 那也遇到了一些现在脱欧之后的 后续的不方便的地方 有一些后续的增值 比如说有捕鱼的问题 英国的渔民跟法国的渔民 关于渔权的问题就已经吵半天了 上次还彼此 有那个类似有点制裁的动作 那可是这些其实都还是属于比较 都可以被解决的 苍远来说 英国跟欧盟 其实还是一个 即便他脱欧的时候 还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实过去英国在欧盟里面 本来也就是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若即若离的角色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英国跟法国 他就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 他有他的利益的重叠性 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 还有一段时间欧盟也常常讲 欧盟要建立他自己的欧盟军队 那要建立欧盟军队 其实一开始马克宏喊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附和法国这个主张的就是英国 那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国在很多的地方 有利益的重叠性 彼此也跟相互帮忙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虽然他们彼此有很多的 可能彼此不喜欢 对方的一些地方 但是还是必须要学着和平共存 然后彼此协助一起 毕竟他们其实都是还在一个欧盟的生活圈里面 那彼此的利益也都是紧密的相连 他命运也是紧密的相连 所以是不是以后他们两个关系会越拉越远 就彼此他们都是邻居的这个状况来说 也不会 彼此邻居再怎么样子不合你还是邻居 还是必须要维持一个比较友善的邻里关系 对他们来说是彼此都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所以他们大概不至于翻脸到一个反目成仇的地步 但是只是说他们彼此的合作 在这样子的一个结盟的时候 要如何去找出他们的彼此的角色跟地位 可能他们现在还在持续的探讨以及摸索当中 其实你在法国念书念那么久 你也了解法国其实跟美国之间跟英国之间的 一般人的心里面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这种 我不想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它 也不能讲爱恨或者怎么样 其实法国很多文人对西方的音乐 西方的这种文学或西方好莱坞的东西 事实上是有些排斥的 那这一次其实澳洲加入美英的这样的一个 关系机制里面 你在法国那么久 你觉得对欧盟来讲 尤其英国又脱欧了 欧盟会不会觉得说我在全球的地人自治来讲 我是更行的孤立或是怎么样 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心态 对于欧盟本身并不会有所谓的孤立的心态 可是他们应该是说他们一直想要走一个所谓的自主性的道路 可是那个自主性的道路究竟是什么 他们自己也想不清楚 他们自己在阐述所谓他们这个欧盟的主体性 然后要有一个战略上的自主性 要走他们的一个外交上的欧属于欧盟的道路 这个这条路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因为它是属于27个国家共同起来讨论的 那彼此27个国家 大家的这个发展程度不一样 大家的经济规模不一样 大家的军事力量不一样 大家的发展那个很多的那个地缘上的政治压力 也都不一样 所以要真正有一个所谓的欧盟的那个道路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目前来看还只是一个口号 那个所谓的欧盟上的战略自主性 欧盟的这一个对外政策的的所谓的欧盟版的 这个他们的战略指南等等 这个都还是属于一个他们在构想中的东西 可是那个都还不是一个真正 已经看得到具体成果的一个版本 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有一个欧盟的自己的一个战略规划 但是那个战略规划事实上都还算是一个比较模糊的 就是说只能有一个27国最大公约数 那样子的一个框架 但是实际的内容并不是太清晰 那这个跟其他单一国家 比如说美国 他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他的这个战略蓝图 这个很清楚 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就是那样 但是欧盟的国 欧盟整体的利益 这个欧盟他是一个想象 因为这个欧盟他不是 我们看起来他是一个单一的这个政治体 可是他毕竟还是27个成员国的结合 那27个成员国的结合的时候 虽然对外看起来是一体的 但是内部他彼此的这一个利益是完全 可能有时候是南源北深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在这样如何做一个调和 这也就是他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他们其实长久来说 一直要提倡自己欧盟的那个 那样子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说法 还是只能停留在那样一个框架性的 框架性的这个内容上面 还没有办法进到太实质的 或者说太细的一个内容的讨论 所以目前大概 以27国他们的这个欧盟的决策机制 等等那样来看 要发展出类似好像美国那样一个比较精细 而且是细致的那样子的战略蓝图 事实上都我觉得都不是太 在近期来说 都不是太有办法看得到 他究竟会如何产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不看好短期间内 法国跟德国能够发挥 这个所谓的领头羊的这种力量 让整个欧盟能够比较清晰的 勾勒出他们未来的一个战略自主 比方说好了 俄罗斯的势力 俄罗斯的威胁 德国的感受就比法国多 但是事实上看起来英国脱欧之后 整个欧洲跟欧洲欧盟 还是以法国跟德国为个领头一样 但是西欧国家跟东欧国家之间 其实个别国家差异还是很大的 对没错 那也就是说 因为欧盟我们刚才就是提到 说他的这个东欧跟西欧的差异很大 北欧跟南欧 他的那个受到的 那个俄罗斯的压力也不一样 那德国当然就是首当其冲 因为其实德国 他对于俄罗斯 他有不得不的这个苦衷 因为他有天然气的需求 那所有的欧洲的天然气 都从俄罗斯过来 所以有一度那个 俄罗斯在 在那个大概十年前 有一度他把那一个天然气 在冬天的时候 天然气把它关掉 不送到欧洲完了 那当时整个欧洲在冬天 没有天然气 可以使用暖气 是叫苦连天 所以他们欧洲 他对于整个俄罗斯 是有一个 其实就是说既爱又恨的关系 他需要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对他来说 偏偏又是一个威胁 所以他在那样子的一个 一个压力中间 去找一个平衡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 英美 他有那样子的新的 这一个战略 英美澳有这样新的一个 合作同盟机制出现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可能会刺激 欧盟这边 他会看看有没有一个新的 可能的彼此的一个 也是类似的这个合作机制 可是问题是在于说 他们的这个合作机制 对于已经是 过去超过半个世纪 那样建构的欧盟来说 他需不需要再去 另外重新弄一个 类似的联盟 对他来说 有没有那样子的意义 那所以大概 虽然那个 他们看到 英美澳那样的一个结盟 可能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 某种程度上是一个 挑战或者威胁也好 但是 他们会不会自己 再去弄一个类似的 大概 大概也没有那一个需要 因为事实上 欧盟本身 就已经有太多的太多的 这一个欧盟 欧盟机构本身 就已经有太多太多的 这些那个官僚组织 他不需要再去另外 再去建构一个 那比较 可能的就是说 那欧盟的军队 过去已经讨论 所谓的欧盟军队 需不需要 这个会再重新引起 在这次的事件之后 再重新引起欧盟里面 去讨论说 是不是有需要一个 欧盟军队的设置 这个反而可能会被在 在未来提上台面来讨论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法国 马克龙明年选举 你觉得法国现在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 疫情跟经济的 这个困境之外 这个对中政策 当然可能比较吃药 你觉得像整个法国 整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最主要最严重的 一般民众比较关切的是 哪些哪些议题 我们大概现在看到 从2019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两年的期间 法国他的整个经济状况 以及社会活动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虽然他们现在 很多这个社会活动 都已经开始慢慢的解禁 但是呢 法国他现在每天 关于这个 这个肺炎确诊的人数 都还有五六千人 都还有每天都还有五千多人 他最高的时候 大概每天都是一两万一两万 那现在慢慢降到 大概五千多人 对我们来说这个数字还是蛮惊人的 那但是他迫于 因为已经那个封闭了太久 他整个社会活动必须重启 那个社会活动的重启 一直到了明年的选举 有没有办法回复之前的水准 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尤其呢马克宏他前一阵子推出了一个 所谓的疫苗通行证 那样子的一个政策 事实上这个疫苗通行证呢 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有采用 而是法国 他一开始他喊出 马克宏喊出了 有这个疫苗通行证 有注射疫苗的才可以到那个超商卖场 或者甚至咖啡厅等等 你才可以去消费 那没有注射疫苗 没有那疫苗通行证呢 你这些地方都不能去 那这个其实在那个国内造成了很大的分歧 大概在这样子的一个主轴里面 就是还是以一个疫情为中心的一个政治氛围 那一直延续到明年的总统选举 所以大概他们会比较关心的就是 好了 那疫情结束之后 我的经济活动如何重启 那在经济活动重启之后 他们现在还面临了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 那尤其很多那个看不到的一些那个 就是说过去都被 这个疫情的新闻压下来的很多事件 会在整个社会活动比较正常化的之后 慢慢又浮现 所以其实他法国本身的那个 不管是贫富差距也好 不管他的那个外来的这一些 算是地下的偷渡客 难民等等 很多尤其很多是偷渡客打黑工的 这个人都是越来越多 那对他来说 这些社会问题反而是马上会给政府压力的 这个有立即压力的这些问题 那反而对外政策来说 他现在整个最大的这个困难还是在于内政 那外交来说对他来说其实是比较次要的 所以内政如何让他整个稳固 对马克宏来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因为 明年的选举他现在也不可能就算他的民调是这样 他也不可能又马上换一个新的总理 因为目前你为了疫情的关系 而且到明年选举还不是也不会太远 大概五月的选举他那样子的一个时程 现在要叫他再去更换得回 大概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以对马克宏如何让他的这个 马克宏政府如何可以让他的这个民调 慢慢再往上爬 那去解决排除很多的这一个内部的 这一个不满 民众对他不满的情绪 那我们还记得在这个前几个月 马克宏去下乡的时候 还有一个那个围观的民众 打了马克宏的一个巴掌 那其实你从那边小地方都可以看到说 很多民众事实上是对这个政府 有很大的不满 所以他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虽然他知道打了马克宏会被 因为后来也被判刑被抓去关了 有那样子的严重回火 但是他那个抗议的动作还是会出来 所以事实上真的就是对他们来说 现在如何去挽救他的这个政府的支持度 然后让他的很多的社会问题 在过去都被这个疫情的新闻 所掩盖的这些东西 慢慢一一的把它处理掉 这反而是他现在一个最大的挑战 谢谢王教授的分析 我们等时间接近一点 还可以邀请王教授来分析一下 这一次法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王教授 我们从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AUKUS 这样一个军事联盟机制 把澳洲拉近的全世界第七个 拥有核子动力的这个潜见的国家 也谈到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亚太 北约版到底对整个全球地人政治 以军事战略的布局的影响如何 那法国的愤怒 到底法国跟美国跟澳洲 现在目前短暂的这种外交危机 如何化解 那马克龙怎么样跟拜登总统来对话 我们也谈到法国跟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因为这一次AUKUS的这个军事联盟机制 产生维貌变化 已谈到明年 马克龙的这个连任之路 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那也法国面临了一些所谓社会 跟重启经济的问题 再次谢谢王教授 谢谢主任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王教授禁闭分析 也谢谢所有明镜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跟收看 我们今天明镜专访的系列节目就到此 告一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再次谢谢王教授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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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您收看明镜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